今天跟朋友去买了花买了浴巾箱 然后到家就尾了 我给大家看看有多尾 我看姐妹们说 醒花把它泡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泡着 看它明天什么样子吧 然后这个花瓶是今天逛街买的 真的很丑 现在看不丑 是因为它本来上面贴了一圈钻 上面给我写了个love love love 有什么好love的 然后我就一个DIY把它拆掉 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拿来当一个chooker 因为我们一个不浪费给的 当一个chooker的话 就是告诉全世界里的态度 就是告诉自己说 什么最重要啊 你自己最重要 爱 爱个屁啊 爱你 现在整个去 洗脸 我的皮肤好好 我最近的视频里面都没有化底妆 所有的视频里面 就是自然金肤 妈呀拍个这种 日常这种洗脸的视频 我都不知道把相机架呢 我现在放到 我知道了 我把相机放在我的那个厕所 冲水的那个上面 我希望它不会到 摘一下熟练啊 然后 我最近不是就是脸过敏吗 我跟大家之前是明明讲过 所以我最近那个节面来用的是这个 爱尔博士的这个节颜蜜 然后 因为它是真的敏感肌的嘛 所以我觉得很好用 而且我用了几个月了 你看就是 还是剩很多 我真的用了好多了 开始洗 不好意思我家里很冷 所以要穿的衣服洗了 然后它这一瓶的话 我是记得六十多块钱 六十多块钱 然后我就觉得很划算 就是我建议大家 就是买洗面奶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 看你自己的皮肤怎么怎么样 反正我自己的个人感觉 是我这几年 我用的都是那种 氨基酸 氨基酸解面 就是我觉得不刺激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 它洗得很干净 然后不会假滑 然后你知道你洗完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 就你也不会觉得 你的脸很干 我特别讨厌那种 洗完就是脸很干的感觉上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你一定要把脖子这边也洗一下 我怕这块头脱了 把这种反 就是脖子跟耳朵 这后面你一定要洗 就是因为你平常 有的时候 可能擦防晒霜 会擦到这边 但是你没有洗干净的话 就会长痘 你看像我耳朵后面 这有个痘 你看看见吗 就是我最近才发现 因为我经常 服防晒霜 然后我会涂到脖子上 然后涂到后面 我就会忘记起 然后我这边 它是长痘啊 所以你一定要这样 脸跟脖子都要脱到 好吗 反正我就觉得它的那个 心结力跟那个性价比 都非常棒 然后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搜一下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心理原因哈 就是我每次洗脸的时候 会就是用它 就是来搓鼻子嘛 搓鼻子 然后你搓完鼻子之后呢 你再抹油 就是你用你手上的任何油 都可以 就是几十块钱的 我之前用过943 那也用过质本的都可以 然后你这样搓一搓 然后呢 你再去做蒸下汗蒸 然后你整个人就会 黑头就会真的 几乎会变少了 你看我现在 你看我现在皮肤上 真的很不错 就是我现在的黑头 就是你看正皮头这边 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我之前黑头特别深 特别深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就是我就觉得很神奇 很神奇 我就觉得洗完脸的 这种状态就很不错 然后因为刚洗完脸的话 我就是直接拿这样 轻轻擦下 因为我平时是用那种 截面镜嘛 但是我的那个截面镜 很久就用完了 然后我就懒得买了 然后我就直接这样擦 就是切记来会用毛巾 我不喜欢有毛巾 就是因为我觉得毛巾 很容易滋生细菌 然后你用完的纸 你还可以这样洗脸 一个环保给到 反正我觉得这个 截面奶真的很不错 就是我肯定是会 反复回购 而且就是我 大家可以试试我这招 就是用这个 爱博士的这个洗面奶 然后你就搓鼻子 搓完鼻子之后 你要赶紧抹油 现在就要去抹油 然后抹油之后 然后呢 你就平常 啊我今天用这个擦脸了 然后你平常呢 然后大家会记得去汗蒸的话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招 就真的特别特别有效 因为我试了很久 去黑头都没有用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用的话 就是也请记得告诉我 然后我洗完脸之后呢 我就会擦水跟油 我水用的是那个 医生给我开的水 对 然后就这样全脸这样拍一声 然后我最重要的是那个 眼霜一定不能忘 我之前的那些眼霜都用完了 现在用的就是93 不是HBM的那个眼霜 我之前视频里面讲过 哎呦呦呦呦呦呦 93呢 这个 不 HBM的这个什么眼霜 精华液 我哪怕用了医生的这个水的话 就是我还会有刺痛的感觉 因为今天晒太阳晒久了 然后我讲过的抹眼霜 轻轻轻轻轻地抹啊 轻轻轻地抹 从下往上 然后这样 然后抹点油 我用的是智本的这个油 然后就这样搓热 把它搓在你的脸上 一个发热 然后先抹鼻子 抹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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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用管它 然后别的部分就这样 从下往上这样抹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曾经都是一个混油皮 从来不会用油的 现在就是 每天用油 看得出来我嘴巴很干哈 是的 I know 我待会儿要抹唇膏的 然后我现在根本看不清楚 我的样子 因为我没有带隐形 没有带矿战眼镜 所以我现在是瞎的 然后呢 脖子这边也抹一抹 刚刚洗了的这个 后面也抹一抹 然后就是唇膏 唇膏的话 还是那个上次 朱卦给我的那个 凡士林的那个唇膏 哇 你看我这个脸 油光满面的 我喜欢哈 我就喜欢这种 油光满面的感觉 我感觉我的皮肤 就是很薄 所以我带了个眼镜 眼睛就变小 然后就快用完了 很不卫生 每次都用指甲 挖这么一大勺 然后 啊 牵丝了 然后涂唇膏的正确方法 应该是上下涂 因为你的 唇纹是竖着长着 这点望周知哈 不要问我为什么用这么多 因为晚上太干了 而且我吃的那个药 会让我整个人 很干 对 哪里都干 没关系 现在用不着 这个就是我晚上的 一个护肤的routine 最近是这样子哈 如果皮肤状态变好的话 还会再改 然后我会喝水 其实这点大家不要学习 因为你这样喝很多水 你当然会长眼淡 而且脸会装大 没办法 太干了 Good night 明天早上见 根本就没有用 你看那个针扎法 扎了之后 它更腌了 这根本就不是郁心香 这是我养的酸菜 给家人们看一下 酸菜 这什么 是吊篮吧 哎呦我真扶我 气死我了 你这个花好贵啊 我买的60块钱 一把 这是什么嘛 软啪啪的 本来想放弃的 又在网上看到一桩 说是可以生水醒花 就是说我的那个水 可能就是不够多 所以要把他就是水焖过 他直露出那个花头 然后我就想要说 那就试一下吧 然后倒很多很多的水 啊 这不是开水啊 我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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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好了就这样吧 不想录了 明天看看他死没死 反而死 我真的是个蠢猪 我会因为我 我会因为我同学 我同事 不读书而感到愤怒 我会对那个 领导对同事的压力 我感到愤怒 那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的改变呢 嗯嗯嗯 嗯嗯 就是 就是让老板 水拉过他了 他才会觉得说 他被压迫了 是 是 i get it 好消息 好消息 活了耶 我把他这多余的那种根筋 都剪掉了 然后把水完全闷过了他 你看 i'm so happy 啦啦啦啦啦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卓卡的家里面脱毛 为什么来他家 因为我家挺爹挺虚 所以我就只能拿着我所有的东西 来他家进行一个脱毛 然后呢 我这个动作就有点 很浮夸 因为我要戴上他们家的这个墨镜 哇 时间想全部变成绿色了 我可以给各位砍一下 哦有了 没看见吗 你看 你看看了没有 这是我镜头里面 就是我看到的 我在这个里面看这个 然后用的是这个 Govies 脱毛衣 让我们开始脱吧 我再录吗 再录 闭嘴 不墨镜吗 就迷失吗 他一直在这边烦火 然后他一共是配有六个头 然后这边四个嘛 然后这边一个 然后我现在已经装上了一个 就是你可以除你的唇毛 腋下 还有你的比基尼毛 然后我就是 因为我就是没有唇毛这个困扰 我就是浑身滑溜溜 像海豚一样 出了我的腋下跟一个下面 然后我今天想给大家看 我是怎么除腋毛的 因为就是下面这个 比基尼的毛 我想给你看 那鼻沾也就是不想让你看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声音 所以我要调大声音跟大家讲就是 我讲一下就是我对除毛的看法哈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自己想除 你就除 你想拖你就拖 你不想拖就你不用拖 因为我觉得不是说 女生就一定得是要光溜溜的这样的想法 诶这个除了真的一点感觉都没一点都不痛撒 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在腋下除毛的 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的穿吊带 然后我非常喜欢的穿那种 比基尼啊比基尼 但是呢我的腋下是那种非常容易长毛 然后非常容易出汗的伞 而且我一般平时不是用的是那种刮胡刀吗 就是那种你在市面上 你去偷市里面能买到的那种 最便宜的那种刮胡刀 就是几块钱的那种 去城市都能买到的那种 我就是用那个刮 因为感觉很便宜很方便 但我发现我经常用那个刮之后吧 我的那个毛不仅会很容易长出来 而且会变得很硬 而且会导致我腋下就是那种 黑乎乎的撒黑乎乎的一片 你有镜子吗女人 没有 然后他这里有档的话 然后我用的是一档 而且我这个人是对痛的东西很敏感的 就像我之前去拔那个牙齿 去拔那个叫什么牙 智齿 然后就是我敏感到 那个医生会给我补加了好多麻药 就是他说一般人其实一剂就够 但是就是我一直在加 就是因为我对痛觉神经特别特别敏感 但是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没有感觉 就是我现在感觉是有点温温热 你要不要待会刮一下 但是我们两个要不要 可不可以刮唇毛 可以刮 他有一个专门刮唇毛的头 那你给我刮一下唇毛毛 好的好的 那我就觉得用他拖的话 让他拖得很干净 然后毛就会长得很慢 我感觉一个夏天的话 拖个几次应该就够了 那待会我拖完这个 你拖唇毛嘛 就是比基尼的这种拖毛的话 就是也是完全就是看个人爱好 就是看你自己想不想拖 因为我自己是有这个 拖毛的这个习惯的 像他是没有的哈 因为我之前也是用 也是用那种刮胡刀 然后他刮完的话 就是你知道吗 他会很扎人 就是你的那个新的那个毛 长出来 他会很扎呀 他不仅会扎你呀 也会扎到 你懂的 他们家没有镜子 我就自己用这个手机 前置看一下 我有没有拖干净哈 哇 真的很干净耶 你看 是吧 我是不是还应该再拖一下 没有必要看太近哈 他这个是有一到六个档位嘛 然后你刚开始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只有一档就好了 如果你拖四处毛的话 然后我建议你就还是用一档 因为你四处部位的那个肌肤 可能就是 不是可能 就是肯定是会更娇嫩一点了 然后他这个拖完的话 是有个叫做那个 叫做什么模式来着 是叫一个 SR模式 是嫩肤的 然后就是你弄完的话 你也可以扫一下 自动出光 特别快撒 我感觉他们这个墨镜 还莫名其妙的 很适合我 对吧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坏香 旧日朋友 岂能相望 有一滴旧天长 我感情上的来往 我们班有女生是成都的三个 旧天我想早把这个给你放到这里了 不好吃啊 这个我还是弄到泡泡啊 大了一点 囤情体能微观 嗯 声音 想说明天去大闹 明天没有位置 下回黑心 然后前二十分钟 还没这啥子咖啥的鞋子吗 这是你姐一位 对对对 那明天随机吧 看那个时间短 东西小白脸 天不来 让我哭得像小孩 对你不得不爱 不是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是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风生我就是失去未来 我会披心单元的响你 我会反复不显的前进 哈哈哈哈 动感难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昨晚睡得太少 黑眼圈遮不掉 左边甩 右边甩 左边甩 右边甩 接后笑笑笑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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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甩 不是你的毒吗 不是 我跟他鬼道太神怒了 哈哈哈哈 神秘北极圈 阿拉斯家的山殿 谁的脸 出现大海的角色甜蜜 苦味的甜蜜 心脏的妖蜜的鲜蜜 我看见 有的心脏的甜蜜 灵魂 灵魂在召唤 上车就唠叨 又是熟悉的歌谣 天空 在微笑 我的世界 缤纷闪耀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指引我们 想要的未来 莫的一杯替华 喜欢的一眼 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我确定了 我确定不思议的 我确定不思议的 很不思议的